欢迎收看本期精彩视频 今年女性观众的追剧趣味 因此自带了小爆款的气象 尤其是这种反向男尊女背的古装剧模式塑造 容易给观众一种新鲜感 以往的电视剧作品遇到古装剧的时候 女性往往地位悲下 即便是男主对于女主心之向往 填充撒糖 女主依旧要以感恩的心态承接语录 这一次 在《双诗宠飞三》当中 古装剧当中 女性地位终于正式崛起 这符合新时代女性们 对于剧作情感体验的价值需求 而剧作当中 男主蛇清醒蛇糊涂的状态 也无疑增加了男女主角 相亲相爱的难度 整部剧作讲的依旧是男女主角 如何实现自己爱情故事的内容 这部电视剧的定位 也是爱情的 甜宠的 撒糖的 这些内容当然是青年观众们喜欢的 显然 该剧自带有各种有趣 成为爆款并不太难 剧作当中 梁洁风风火火的表演方式 也为作品加分不少 这种女性向上的作品 就需要像风一样的女子 实现风风火火的表演 因为是古装偶像剧 所以女主如何夸张都不过分 这是剧作类型已经决定的 所以梁洁的表现 没有一个像不像的标杆在那里 只有一个有趣不有趣的尺子 显然 梁洁能够带着角色 进入到一个有趣的状态当中 对于邢赵林的表演 老编依旧看不出好来 我在《伤势重飞》的前两部作品当中 也提出过相同的看法 男主角色在剧作当中 起到的其实是一个性格扁平化的工剧人 这是大量的女性剧在创作上的通病 这些工剧人就是按着女性观众们需要的样子去演的 这和当年大量女性演员在作品当中当花瓶是一样的 男主角色花瓶化 邢赵林表演起来也就没有了声色了 《声势重飞3》对于自身的剧作类型定位非常清晰 就是要搞一部女性们尤其是青年女性们喜欢看的作品 剧作在定位实践上也非常好 桥段编排技术性明确 表演与拍摄也无可厚非 这就是典型的把类型吃透了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电视剧作品 这类作品基本上都是特定观众群体当中好看的电视剧 但它们基本上不承担好看之外的任务 我们讲的优质剧则不仅仅让好看 满足影视剧艺术本身的规律 而且要承担有效的社会学思考内容 《声势重飞3》看似讲反向的男尊女卑 实际上这个梗不过是一个剧情主线上的幌子 剧作本身并不愿意接触很多实质性的问题 不过是打着这个旗号 行使爱情剧的实质罢了 所以这部剧挑观众 对剧作质量无太高要求的观众 尤其是青年观众 可以看出满足感来 对作品有更为高级要求的 则不必自讨没趣了 《声势重飞》系列剧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是商业属性明确的电视剧罢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 我们的电视剧作品当中 为何总是这类剧作呢 本来一个相对严肃的主使内容 为何很少会有较为严肃的剧作内容去呈现呢 老编个人层面上 并不喜欢这位所谓的小爆款 也很难和这样的故事内容实现共情 《声势重飞》第一部豆瓣拿到6.2分 第二部豆瓣则拿到了6.4分 第三部应该依旧是及格水平线上 这样的作品是不会出现在观众评分上的高分的 不过 《声势重飞》首部播放了58.8亿人次的成绩 第二部拿下40.1亿人次的播放量 第三部也应该是一部40亿人次起步的作品 口碑一般播放成绩却耀眼 这也很好理解 历史上早就出现过 百年之前的鸳鸯蝴蝶派门也是当年最常销的 可是百年之后依旧被记住的 哪还有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呢 这类作品其实就是快销品